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醫生,你好 Della,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談談婦女在懷孕期間經常遇到一些問題 如何用同類療法去處理 今天我們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不希望發生,但如果真的發生到的時候 我們都要知道如何處理 在懷孕期間作流產,甚至流產的時候 我們可以如何用同類療法去處理 可以幫助妇女身體的狀況呢 流產的定義通常是在懷孕期的28週內 流失了嬰兒 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流產 通常出現是最初的3個月 我第一週是1st trimester 是比較容易出現的 當然如果那個嬰兒是胎死腹中的時候 這個流產就會自動出現 就算不自動出現也好 很多時候婦產部的醫生都會建議幫他刮工 在我過去遇到這個情況 我通常都叫病人不要太急 你自己身體會自動做 每個婦女都會認識經期 經期差不多每個月都會幫你流產 自動做 所以遇到這個情況 可以嘗試用同類療劑 通常的孕婦懷孕到一段時間 突然之間發現 任仇吐吐已經沒有了 而發現乳房本來漲漲的 又慢慢地消失了 再查查發現 嬰兒好像子宮沒有繼續漲大 就懷疑有機會 可能那個嬰兒已經胎死腹中了 接下來可能有些流血 有些下腹部有些抽痛 或者背痛這些早期的症狀 這些情況就會越來越厉害 直至胎兒排出了 當然也有時候 胎兒的胎盤一部分就留在子宮 這是一個不完整的流產 這個情況之下可能會痛 流血會持續很多日 這些流產出現的痛 其實可以跟懷孕30米的症狀 差不多這麼厲害 有時候突然之間 有些人會覺得痛得很厲害 然後流血出來 血塊再次出現 大家估計這個已經出現了流產 在同一個療法 我們在這方面有些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有機會在作流產的時候 可以適合用療劑 令到它不會流產 當然真的物流產之後 善後用療劑幫它身體 把胎盤好好的全盤排出來了 有什麼療劑可以考慮呢? 第一就是生甘車 Aneka Montana 這是什麼情況可以應用呢? 當你是因為可能受了跌倒 或者打倒、碰倒、撞倒 如果病症出現流血和痛 這個很明顯是因為受了傷 作流產 可以立即用生甘車去處理 有機會處理了之後 就停止了 這個問題停止了 另一個就是癲茄Beladonna 癲茄的症狀通常是 當你是憤怒之後作流產 表面的症狀 頭是紅紅 臉紅紅、脹脹脹 血流流流 背痛、頭痛 而且那種痛 像是生甘嬰的痛 是來得很急的 突然之間很快 而且有種感覺 盆腔有很多東西要掉出來 這個是來得很急 臉紅紅、脹脹脹、頭痛 這個就是癲茄 癲茄是Beladonna 紅紅、大宗像是磅磅磅 像是脹脹脹的感覺 另外就是肚筋 肚筋 肚筋這個症狀 通常會發現有些鮮血流 不斷滲流 當然腹部搞痛 很累 最重要的症狀是 作悶 好像作嘔 作嘔作悶 身上舌頭看一看 很乾淨 為什麼發生了什麼呢 流出來的鮮紅血 這個就是肚筋的症狀 在這個情況下 可以有機會立即使用了療劑 另外一種是藍星麻 藍星麻 適合有些人 孕婦過去經常流產 如果遇到這個情況 當然我們可以平時 或者懷孕的時候 就趕快吃了藍星麻 這個症狀是突然之間的背痛 接著痛就去到腹部的兩邊 通常你會發現子宮想去收縮 但是收縮得來 有一點血大 不夠力 有些孕婦在生死的時候 生不出 用力 總之腹部的子宮收縮 是收得不夠力 我們就用藍星麻 幫助他生得順利 柴里斯王子 也是用療劑是順利的 當時英女王也是遇到這些問題 當然其他醫生想要開刀 可能要喝飽幅 結果很幸福王室 一直有一位同學療法 如醫 當然有很多醫生 但一定包括同學療法的如醫 當時的如醫名叫Sir John Weir 他遇到這個情況 被英女王一劑同學療劑 在座洛范南星麻28C 一劑之後很快 查理斯王子就順利出來了 好了 接著另外一首就是Clamour Miller 楊金曲 Clamour Miller通常是一種情緒 很激動的情緒 很生氣 在流產的時候也是這樣 緊張得死 大聲大吵 怎麽都安保不了 這就是一種經常看到的孕婦 會出現Clamour Miller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情緒怎麽怪 不能够討好她 你說什麽都沒有用 這就是楊金曲的症狀 另外一種就是Sabina 圓柏Sabina 通常都是第三個月突然作流產 第一个症狀就是流血 小腰部份又痛 这种痛可以环绕身体去前面 由背部痛 然后向前面走去腹部 这种是圓柏的症形 血多数是红 鲜红或者有些血块 另外一种是黑蜜 这个也是第三个月的作流产 通常病人体质比较虚弱 比较青青 面青青的体质虚弱 但你记住 黑蜜的主要症狀是在它作动 抽痛 还有很大量很黑的血 黑色的血 Sabina Epicely是很鲜红的血 但你见到血是很黑的血 就想到黑蜜这个疗剂了 接着就是蜜如湿 蜜如湿差不多是经常用得着的 CPA officinalis 通常蜜如湿的人平时比较紧张 闻症 好像不太惨人 冷冷淡淡 通常肌肉松散 有腹部的肌肉松散 很多时候有肚腩很容易 而且经常肝门有下蜜 肌肉收缩得不太好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预防流产的蜜如汁 最后这种叫做甲迷皮 英文叫做Viburnum opulis 甲迷皮 这个症状主要是由背脊开始 跟着也是Sabina 由背脊转弯向前 向腹部向前 跟着向下腿 大腿下腿上落 这就是甲迷皮 这种痛症状 我们想到是Viburnum 很多时候早期流产 经常突然遇到这种感觉 这种痛症状 由背脊开始 跟着是弯转 向腹部向下腿走下去 这是甲迷皮Viburnum opulis 主要的症状 Cranbach的主要症状 虽然在华人期间 大家都希望健健康康 但如果真的出现了流产症状 我们也会有一些疗症状 例如刚才有疗症状 可能会稳定胎儿 或者如果真的不幸 在胎省服中要安全地和完整地排出 我们也有疗症状 可以帮助 所以不一定经过这些侵入性的手术 才可以处理得到 所以疗症一定要常备在家中的时候 才可以随时用得着 陆畅健康店已经准备了很多疗症状 也可以供大家做一个有鼻无患的处备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查询我们刚才提及过的疗痣 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余儀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